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好休息一下 参考经文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创世纪》二章三节 Nick是个小企业主 他经营着一间餐馆 他在几年前开张营业 今天他仍然投入不计其数的时间 来改善餐馆的运作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 Nick承认 不过有一个问题 到了星期日这一天 我再没有时间和精力留给教会了 我们活在一个不断催促我们奔跑速度更快 和工作更加努力的时代 你的日历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有没有为增进你与神的关系 和你的灵命成长留下时间 你还有没有时间留给你所爱的人 并参与附近社区的信仰群体的事工呢 在圣经中我们发现了神规定的生活节奏 创造天地的神 殷勤做工六天 第七天便安息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定时休息 让灵命在神面前重新得力 圣经中平安 Shalom这个观念的意义是全方位的 它包括内在的整全和安宁 若习惯性地忽视我们心灵和肉体上的休息 我们是无法达到这种和谐的境界的 安息日可以说是神给我们设立的重启件 休息是达到整全和谐的要素 因为神用祂的圣日来重启我们的平安 Shalom 在我们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内在的平安时 让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心思和身体的安息呀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感谢祢教导我们认识工作和灵力安息的整全模式 求祢帮助我们不要再奔波老路 好叫我们能够留下时间给祢享受真平安 奉耶稣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